华裔宝贝你知道这座建立在山腰与山岗融为一体的建筑是哪里吗 今天就带你们开启第十一战 拉萨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首府 拉萨市区西北的马布日山上 是一座宫宝石建筑群 最初是土国王朝赞普 宗赞干部为迎去文成公主而兴建 距今已有1300年的历史 整座宫殿具有藏式风格高200余米 外观13层 实际只有9层 气势雄伟 布达拉宫号称世界屋底上的明珠 是藏建筑的杰出代表 也是中华民族古建筑的精华之作 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例证 1961年 布达拉宫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1994年 布达拉宫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下期为大家介绍河南洛阳 本期推荐苍阳家措所描写的布达拉宫